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志向 有关这个志的这个向法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那么第一个太阳穴有志 太阳穴在向学当中是迁一宫 迁一宫也就是一马宫 也称为一马宫 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 旅游升迁以及移民等信息 这个部位有遏制的话 表示出门旅行的时候 或者外面做生意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顺利 如果是有善志 说明是在远方获利的一种喜照 这个是分善恶志 什么叫善恶志 怎么区分呢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看光泽度 如果是非常的阴暗 晦暗 发青发黑 那么这种志 没有什么一点的不亮堂 那么这种志肯定是恶志 如果是肉志 肉志上面有一些发光 然后这个 朱沙志 这种黑色的 或者是这种发亮的这种志 就是善志 总之是看一个光泽度就可以看到 那么全骨有志 全骨如果有善志的话 在职场上有权势和地位 如果是恶志 是你太过相信别人 很容易被他人出卖 在恋爱当中 常常是遭到第三者的这种横刀夺爱 好事也容易被别人的截足先登 这是一个 这个全骨有志和分善恶的意思 分善恶 善恶志的话 会影响运势 即使出现很好的位置 也那个 那么胸部有志 这是富贵敏 在家中的掌握经济大权 上期也讲过 那么 不论这个什么胸怀大志 或者是这个双龙抢猪 这永远是这个幸运的宠儿 非常不错的一种 这个位置的志 守心有志 聪明不缺钱 那么老年的会很有成就 守备有志 则代表你的善于理财 能够在婚后当中的掌握 家中的一些经济大权 能够理财 是占有欲非常强的人 守心有志 脚心有志 这个不用说 脚底是一马 对一马是非常重要的 跟太阳穴一样 非常利于出行 在职场上能够呼风唤雨 脚底有志 显示你是一个忠诚老实之人 而且是一种 那种大智若愚的 非常能够得到部署的这种 或者朋友的这种 下面的人的这些拥戴和帮助 将来在事业上是 毕竟是有一番作为 这是脚底有志 所谓脚踏其心 是帝王像 脚下掌志都是非常不错的 隐藏得非常的深 志是异藏不异显 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有关这个 手向面向八字方面的困惑 如果是 可以看一下这个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